第三节班主任的工作概述 这节课当中需要同学们注意去学习的是靠后的几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概念地位和作用以及领导方式的问题 同学们都可以很快的把它掌握住 因为在这里不会出什么大题 一般来说呢都是以单选题的形式来考察 那么班主任工作的任务从这里开始 我们同学们需要去注意了 在这儿我们会讲到两个任务 然后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去重点的介绍班主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 那么在这儿我们会学到非常细碎的一些知识 有11条需要同学们去记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去进行记具体的学习 班主任的概念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 班主任这个职位 他是班集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组织者领导者这是两个词了 再看是学校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什么呢 骨干力量骨干力量也是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词 这是关于班主任的概念接着我们来看 关于班主任在班级管理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又可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说班主任是班级建设的设计者 说班主任是班级组织的领导者 还有呢是关于班主任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什么呢 主导者在人际关系这个问题上面 他是主导的 也就是说他需要讲究一定的艺术 好在这里我们再跟同学去提醒一个小的知识点 班主任是班级组织的领导者这个位置呢 我们的书上会告诉我们 其中表现为两种方面的影响力 也就是你去领导 你怎么领导啊 依靠什么来领导呢 是依靠你的职权影响力呢 还是依靠你的个性影响力呢 那么我们认为职权影响力 是由于你的这个身份才带给你的一种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它远远不如 由于你本人的魅力 所带给学生的一种影响力 它更为的持久 也有更好的效果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来去看 班主任领导方式 领导方式的这三个词啊 同学们一看就会发现并不陌生 权威型 放任型 民主型 在前边我们讲到 教师 他对学生做管理的时候 他的管理类型 有这三个 当我们讲到师生关系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过这三个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其中哪个是最好的呢 依然是第三个民主型 在这儿我们就不再去给他展开了 因为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 权威型就是老师管的太多 而放任型则是什么呢 老师什么都不管 该管的地方不管 好 民主型当然就是老师既能够去做相应的管理 又可以跟学生保持沟通和交流 再来看 班主任在具体操作过程当中的两种领导方式 也就是说两种都不太好的领导方式 在我们国家常见的两种领导方式是什么呢 一个是教学中心 一个是集体中心 也就是说一种情况下是教师眼中只有我们的学习成绩 另外一种情况呢 老师眼中只有我们的集体荣誉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好的 因为他都忽略了对学生本人的关注 对学生本身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的关注 班主任工作的任务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去记两个任务 一个是首要任务 一个是中心任务 这两个任务同学们一定不要把它弄混 考试的时候可以出判断题 可以出单选题 那么首要任务呢 我们认为就是去建立一个良好的班集体 班主任班主任 那么首先你去建立班集体 这是你的最最关键的你的第一项任务 而中心任务则是贯穿你所有的工作内容的一个根本的目的 什么呢 就是要促进班集体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 同学们会发现这句话与我们国家的教育目的十分的一致 这就是区分首要任务跟中心任务的关键点 中心任务跟我们的目的 是基本一致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班主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 我们会发现这个部分的内容呢 特别的多 一共有十一条 这十一条需要同学们把它记下来作为简答题 或者作为论述题 来进行记忆 那么这个其中每一条里边也有一些需要同学们去注意的地方 而且每一条他们的这个重要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呢 跟大家来进行介绍 首先第一个 了解和研究学生 这是我们班主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选题 问大家班主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呢 一定要去选择了解和研究学生 你连你班集体当中的学生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怎么去开展你的工作呢 所以在这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接下来 下边的这些内容反而都没有第一句话那么的重要 但是同学们依然要做了解 了解学生了解什么呢 了解群体 要了解个体 就是说所有的学生你都不能落下 而班主任了解学生的方法 一般来说都采取如下的这几种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书面材料法 分析一下学生他们写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他们的日记啊 他们写的作文啊 都可以进行分析 调查法 这是一种深入了解学生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进行家访 可以去对学生周围的其他学生来进行了解 好再来看观察法 注意了 班主任的观察法 是班主任工作最最基本的一种方法 因为它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直接 而谈话法呢 也是常用到的一种方法 它可以帮助我们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学生的情况 来看一道题 做好班主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 是不是建立班集体呢 还是全面的了解学生呢 还是培养班风呢 还是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 在这里答案应该是选择第二个 全面的了解学生 而组织和培养班集体是同学们往往会选错的一个选项 为什么要选它呀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会认为 培养班集体 它也是班主任要去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注意了 咱们刚才其实讲过啊 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它是班主任工作的首要任务 而不是它的前提和基础 这两句话要区分开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说第二件事干什么 有效的组织和培养优秀的班集体 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当中也会提到这句话 但是在工作内容当中 这句话它是什么 是班集管理的中心工作 也就是说培养和组织良好的班集体 它是班主任工作的首要任务 同时又是它的中心工作 而你就不能够去说 组织和培养班集体 是班主任的中心任务 注意这几个词是比较容易搞混的 同学们下去之后 一定反复的去阅读你的书本 好看一道题啊 说班主任工作的中心环节 是全面了解和研究学生 那么很显然这道题也是张观理带了 我们说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学生 这应该是班主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如果问到你中心环节的话 则应该是培养良好的班集体 所以这道题它就是错误的 再来看第三个方面的工作 就是协调校内外的各种教育力量 在这里你协调的内容都有什么呢 首先校内 校内除了班主任你会影响学生之外 还有各个任客老师 还有学生在学校里面接触到的任何一种影响 他的活动也好 事件也好 那么这些部分都是需要班主任你去协调的 这是校内 校外呢就包含的更广泛的 比如说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比如说社会对孩子的影响 这都需要班主任去进行协调 再来看第四条 就是学习指导 学习活动管理和生活指导 生活管理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内容非常简单 同学们你只需要去把 跟学习相关的指导能认出来 跟生活相关的指导能认出来就可以了 学习方面的指导 比如说学习的方法 学习的习惯 学习的计划等等 而生活方面的指导呢 我们可以对学生进行礼仪常规的教育 指导学生的日常交往 指导学生搞好生理卫生 指导学生遵纪守法 对学生进行劳动方面的教育 我们会发现它的内容非常多 只要跟学习无关 你就可以认为它是属于生活方面的指导 再来看第五方面 组织课外校外活动和指导课余的生活 这当然也是班主任一项非常经常的工作 建立学生档案 也是班主任要去做的 每一个学生的档案 你都要去把它建立起来 其中包含四个环节的步骤 首先去收集一些资料 然后把它整理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鉴定 就是看一看到底有没有错的 到底有没有漏的 最后呢 你还要好好地去保管学生的档案 再来就是操行评定 操行评定呢 是以教育目的为指导思想 以什么为基本依据呢 以学生守则为基本依据 对学生的一个学期内 在学习劳动生活品行等方面的小节与评价 也就是往往啊 是在整个一学期结束的时候 班主任要对每一个学生写上一段话 一般来说呢 这个操行评定是需要拿给家长去看的 好啊 我们再来看 班主任工作的计划与总结 那么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总结 在这喜欢出多选题 计划有这样几个 学期计划 月周计划 以及具体的活动计划 好再看总结 一般来说就是两类 全面的总结和专题总结 一般来说总结 则是在学期末的时候来进行 个别教育工作 这是需要同学们一定去注意的 因为考试的时候 这个部分是可以结合案例来出题 那么首先同学们要先明白啊 个别教育工作是不是只是针对个别学生展开的 记住了 一定不是 我们的书上只是告诉我们说 有先进生的工作 有后进生的工作 那么请问同学们 中等生在不在个别教育的范围内呢 同学们一定注意是在的 也就是说所谓个别教育工作 其实就是要关注每一个学生 依然是面向全体 好在这里啊 先进生工作 同学们自己进行阅读 而后进生工作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心理特征 以及我们班主任对后进生的教育 应该关注什么 应该注意什么 这两个部分的内容 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它背下来 在这里我们不再一一的进行解释 因为它比较简单 但是呢 如果同学们把它背下来之后呢 往往可以帮助同学们去做案例分析题 因为案例分析题当中经常会出现后进生 那么它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遇到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班主任对它是怎样进行教育的 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 好再来看班会活动的组织 班会活动 我们首先要明白班会分为哪几种啊 有常规班会 比如说我们规定好了 每周五下午我们要开一次班会 这是常规班会 生活班会 以生活为主题的 主题班会 就某一个内容 及时展开的一种班会的形式 那么主题班会 它是班级活动的一种主要的形式 在这可以出现单选题 问大家 班级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呢 应该去写主题班会 好我们再需要去注意的啊 就是在班会的主持这个问题上 应该是学生主持还是班主任主持呢 虽然说我们真正的中小学实践当中 往往是班主任来进行主持的 但是我们得知道从理论上来讲 学生自己主持是我们所提倡的 而班主任的角色应该是什么呀 是导演 而不应该是演员 班主任应该适当的退居幕后 把更多的这种主持或者说是展现的机会 来交给学生 最后 偶发事件的处理 那么这个也是班主任需要去做的 或者说班主任需要发挥你的教育机制的地方 偶发事件的特点 其实无非就是突发 紧迫 冲击性和多样性 它是意外的情况 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 那么在出现一个意外的情况的时候 怎么办呢 我们要秉持着这样一些原则 教育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 有效性 可接受性 以及冷处理原则 我们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冷处理 而下面偶发事件处理的办法当中 第一个就是沉着冷静面对 也就是说在发生了偶发事件的时候 班主任的基本素质就是要求你不要慌 我们要去做出合适的处理 并且呢 你得机制果断 你还得公平民主 还得善于总结和引导 这是偶发事件 在这里同学们就可以和我们教育机制这样一个概念 结合起来 一起来进行理解 接着我们来看班主任工作的意义和作用 这个部分的内容呢 希望同学们下学之后呢 好好地把书上那种阅读一下 这可以当作三级的考点来进行理解 其实呢 就是同学们把它了解完之后 能够在做题当中帮助同学们 去把正确的选项给选出来 就可以了 好 第三节课 关于班主任的工作 我们已经讲完了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下简单的回顾 首先班主任的概念 以及班主任的地位和作用 在这里呢 我们会介绍到好多个词 比如说班主任是班级组织的领导者 是班级人际关系的一种组织者 或者说呢 你是班级的建设者 你还是一种骨干的力量 好多好多的词 当他们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这就是在形容我们的班主任 而我们讲到领导方式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了有三种常见的领导方式 无外乎还是权威型 放任型和民主型 在讲到班主任工作的任务这里 我们说了这是一个重点 虽然东西非常少 内容非常少 就两个首要任务是什么 中心任务是什么 我们来回想一下 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班集体 而中心任务则是为了促进 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 最后我们讲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考点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题 希望同学们能以简单题的形式 或者论出题的形式 把它背下来 这是班主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 一共有多少条呢 一共有十一条 这十一条里边 我们说了第一条是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说什么是班主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呢 就是要了解和研究学生 那么如果问到说班主任的中心工作 是什么呢 中心工作依然是建立良好的班集体 那么希望在这个部分 同学们不仅要把这十一条记下来 还应该把每一条当中 我们在课文当中讲到的 需要同学去关注的那些个小点 给它记下来 第八章我们学完了 这一章里边的考点呀 其实不算多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哪些是需要同学们去记的 首先第一节课我们讲了班级与班级管理 那么关于什么是班级这个概念 我们是需要清楚的 我们要知道它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什么呢 最基本的教学单位和最基本的行众单位 那再来看班级管理 班级管理与之相关的内容 其实无非就是班级管理的内容是什么 模式是什么 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它的手段是什么 这都是需要同学们去记忆的客观体 再来看第二节课 量好班级体的培养 那么班级体跟班级最大的区分在哪里呢 我们说班级它是一个外在的组织 而班级体呢 则是需要培养起来的一种心理的共同体 社会心理的共同体 那么所以说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不仅学习到是什么 它有什么特征 它有什么样的教育作用 以它的发展阶段之后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简答题就出现了 就是如何去形成和培养一个良好的班级体 一般来说其实就是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也得有目标 第二个步骤就是得有人 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的班干部 然后你还得建立一定的次序 一定的秩序 然后第四条就是我们应该去主动的通过一些活动 来促使我们班级成员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进展 最后呢就是良好的班丰的行程 而良好班丰的行程 这也是班级体成熟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第三节课班主任工作概述 这节课当中靠前边的这几个内容 相对来说呢 它的重要程度 不如后边的内容更加重要 首先我们来看啊 在概述地位和作用以及领导方式这个问题上 同学们你只要阅读了 一般来说都是不会忘的 它重在理解 而在任务这开始出现考点了 任务是什么呢 有首要任务和中心任务之分 这个首要任务是什么呀 作为班主任 你是一个班的主任 首先就是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班集体的培养 那么呢 你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呢 其实中心任务跟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比较一致的 我们要促进全体成员的全面发展 好再来看班主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 在这我们讲了十一条啊 比较多 这十一条同学们注意 越是靠前边的 越是考试的重点 你比如说问到我们班主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了解和研究学生 而班主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什么呢 就是建立良好的班集体 当然与此之外 你还有很多别的工作 比如说课外校外教育 比如说学生的学习指导生活指导 比如说个别的教育 比如说班会的开展 比如操行平定 比如说你还要去写印的计划 和总结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的多 最后的基本素质跟异语作用 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了解就可以了 那么整个一个章节呢 同学们一定要分清主次的来进行把握 第八章涉及的真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班主任了解学生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单选题 主要了解学生的途径啊 最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观察法 我们知道班主任呢 经常会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呢 走来走去 甚至是下课的时候 老师有的时候也会在教室里面 或者教室外面来观察学生的行为 其实观察就是一个最容易实施的一种办法 所以呢 在这里答案就是选择C选校 好 我们再来看单选题 学校开展德语工作的基层单位是什么 德语工作属于我们学校的教学工作 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既然属于我们的教育工作 其中它的最基本的单位就只能是班级 因为我们的班级是我们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和行政工作的双重的基本的单位 再来看一道题 班主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什么 班主任有很多个工作 我们书上讲了十一条 其中中心的工作 中心的环节 无非就是把这个班级体 要好好的培养和建立起来 所以答案呢 选择A选项 至今的大家都需要 完成转过程中心环节 分开